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6月9号星期一晚上11点 运通财经台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请我们开始先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台股受到电脑展带来250亿美金商机的帮助 电子声势畅旺 包括大力光 台积电 鸿海 台达电等全职股 都力手在高档 只成大盘收盘价是再度的电高 不过指数是越接近9220点 市场心态就越趋谨慎 加全指数收盘小奖28.28点 收在9162.74点 成交量是降到千亿之下 只有979亿 类股涨多跌少 有百货升一涨幅居前二大 电子在基优股以及太阳能中小型股带动下 类股收涨近0.5% 成交比重77% 营件元气尚未恢复 人收黑0.86% 跌幅最终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电池厂产能满载了 5月营收普遍呈现小幅成长 又以易通月增率最高来到4.64% 再创两年多来的高档 市场预期由于反倾销判决将延后宣布 6月营运渴望维持相当的水位 电池族群发动了补涨行情 太极易通攻上涨停了 而其他的电磁股都在盘中有超过4%的涨幅 群电召开股东会 今年电源供应器在需求止跌回升带动下 营运渴望逐渐攀高 更预估接下来主要的成长动能将落在LED照明 以及云端相关产品 尤其LED照明5月营收 已经出现月增超过一倍的亮丽表现 半导体厂股东会 由联电率先在星期三要登场了 而联发科世界先进则将在星期四举行 预估包括了物联网 4G手机晶片等相关族群都会同步的受惠 财政部统计处公布5月的进出口数据 出口总值来到266.7亿美元 年增1.4% 进口213.8亿美元 年减2.3% 累计1到5月的初超金额142.8亿美元 年增有25.6% 两岸服贸协议延宕 让货贸进度一言再言 经济部次长杜子君首度公开表示 目前大陆已经改采观望态度 暂停各项两岸协商进度 因此以目前情况而言 两岸的货贸谈判要在年底前 谈完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法人在其货的布局 以及三大法人的买卖超排名 外资买超38.04亿 投信卖超了5.92亿元 而货商买超了6.23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38.35亿元 详细一统来关心 台股期货部分 以9146点作收上涨21点 与现货相较逆价差16点 筹码面部分 外资多单加码1316口 近多单部位21338口 投信多单小增27口至622口 而货商多单增加1103口 至2876口 总计三大法人多单 是增加了2446口 至24836口 这是台北股市的表现 外资法人观点 穿戴式装置 市场预期将会为PCB产业 挹注新成长动能 但是摩根斯特利却认为 这项题材的产值效益有限 在多档PCB中 只看好F真底 受惠于iPhone市占率回升 营运状况渴望成长 并将投资平等升到了加码的位置 巴克莱证券在报告中指出 尽管最近被动元件国具 已经出现一波涨势 认为营运转强题材 还没有完全反映在股价上 看好4G LTE智慧型手机需求提升 以及在车用电子市占率 会继续充实国具的营收 给予加码的平等 跟25元的目标价 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梯 外资法人开始对相关产业 展开回补了 台股中与市族相关的产业 包括了4K 2K电视 仿制制鞋 航空旅行 平板和手机等 而这些族群在盘面上 也都有不错的表现 接着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强弱事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股市涨跌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股市气象台今天出台的偏多讯息 Sony在洛杉短电源丸大展之前 率先公开展示了3D的虚拟实境装置 不只要立抗微软的体感侦测系统 更希望能够靠着整合影音电视功能 打造数位家庭中心 吸引市场期赖来挽救已经赔钱将近10年的电视业务 感测晶片厂原项公布5月营收表现 月增2.31%来到4.36亿元 年增3.71% 登上了近8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 原项预期在光学触控与安全监控 这两项动能带领 第二季营收渴望迹增5% 记忆体封测厂滑动弹机不但 受惠于智慧手机平板电脑 穿戴装置等科技产品需求旺盛 对行动记忆体以及储存型 快闪记忆体的需求也跟着增加了 激励三四五月 连续三个月的合并营收 改写历史新高 把人乐观看待 第二季第三季的财报获利将会大幅跳增 工业电脑林华举行股东会 决议配发1.5元现金股利 以及0.7元股票 林华指出 这三年已经陆续并购美国 德国共三家企业 预计新一年 营收将渴望维持双位数字的成长力道 而股价盘中也一度上涨超过5.5% 来到64.2元 创下了2002年4月以来的新高纪录 惠扬今年前五个月的合并营收 来到36.15亿 年增5.81% EPS 1.54元 反而认为 在下半年逐渐进入旺季 市场上情况将会好转 再加上出售旧船收益 获利渴望因此而攀升 F康年出席业绩发表会 预估未来三年 每年营收成长将上看两成 康年指出 随着大陆医疗产业结构改变 将积极抢劲 具备临床差异化优势的药品 以及医疗市集当中创造一定的获利水准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股市玩吧 在我们遭遇紧急伤病的时候 还好有这些医护人员的效果 他们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今天只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医疗服务 感谢每一位医疗人员 因为有您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第二名 儿牌清理疗 专利负文师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清理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台风季节来临 我们来看看防台准备做得够不够 准备沙包 固定招牌 属同勾取 不怕风雨来 不前往关潮 钓鱼或不当外出 防灾用品准备好 防台不烦恼 记得随时注意台风相关讯息 危险区域的民众 请及早避难疏散 逆政部相防署提醒您 扛者很强 细致立网 引赴域 卡位名声细致线 捷运三分钟 商圈环四周 中兴路繁华身段 商圈正中兴 新东区智库首选 中兴路立网 智库一至三号 引赴域 二六九四六一一一一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节目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对外美元汇率收盘 升值了三点二分 达到三十点零四八元 对换一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六点八一亿美机 有关国际货率数字 一起来看看 收到将生群的 Wakade 上型汇率 淀粉 入冠农 进去 市营举 本 关心国际的重大财经讯息 联合国国际资源专家委员会表示 目前经济对资源的使用模式 导致了价格上涨 资源短缺波动率升高 以及对生态环境破坏 报告预估到了2050年 全球对矿产化石燃料与生物燃料 等初级原料消费将达到1400亿公顿 是目前年消费量的三倍 这不止已经超过所能取得的数量 地球也可能会无法承受 人类对巨大资源消耗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南韩官员认为 受到4月沉船事件冲击 导致内需疲软 目前政府考虑要调降 今年的经济成长预估 同时也将严理提振经济的措施 奠定下半年的政策方向 南韩总统府表示 总统普景会 这个月16号到21号 将出访乌兹别克 哈萨克 土富曼等中亚三国 以落实之前签订的欧亚倡议政策 并且强化经济的外交 新加坡人力部 发表2013年薪资报告显示 由于新加坡劳动市场紧缩 以及经济表现改善 使得去年的私人企业 对员工的加薪幅度提高 去年私人企业员工 总薪资成长5.3% 比前年的数据高出了2.9个百分别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 日经225指数 受到美股走扬 日元走扁提振以红盘开出 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三亿 收在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点 为六个交易以来第五度上扬 创下了约三个月以来的 收盘新高水位 相似一同来关系 自然而言之中 國內重大財經訊息 四G開臺 搶課大戰正式開始 遠傳電信正式 已經和臺灣大哥大 談定平埔合作 董事長徐俊東坦言 接下來渴望和鴻海旗下的國姬 洽談換皮 業者間合作連橫搶四G商機 已經開始 四G開臺 遠傳電信董事長徐俊東 宣布四G開臺當下 還不忘嗆聲對手中華電信 為了提前讓1800MHz頻段 開臺搶課 除了和臺灣大哥大 談定平埔合作 預計9月推出服務 現在傳出要向鴻海 郭董旗下的國際電子買頻段 這個是交換 因為我剛剛講了 我們剛好卡在它兩個當中 以前沒有這個問題 他買了亞太有這個問題 這個當中很自然一件事情 又合作又競爭 這是一個這種情形 徐俊東證實 的確和國際電子 有洽談聯盟計畫 因為眼看重化電信 已經推出1800MHz 4G服務 徐俊東非負著 不能輸的壓力 至於鴻海一旦和遠傳合作後 就可以順利和亞太合併 不會有頻寬超標問題 如此一來更有本錢和重化電信 一較高下 加入到鴻海的這個裡面來講 跟我的八皮一網一雲 將來看的都是眼球的計畫 是最合適不過的 肯定比那個 什麼星星之我星要好多了 這兩個公司合併 它總有一批人要跑掉 可是它跟我們合併 我不要建設 我整批人都留到 台灣大哥大 原傳的1800MHz 順利提前開台 由於目前大多數 4G手機支援頻段 就數1800MHz 電信者積極透過合作零橫 積極搶客 林宋春富 台北島 台灣4G開台時程提前了 手機品牌廠也沒有閒著 三星發表從入門款 到旗艦機款的4G手機 Sony宏達電預計 也要在這個禮拜 先後亮相新機種 品牌廠打群架 引爆了4G商機 4G陸續開台 有這套下載加速器軟體 下載速度比一般4G快上5倍 目前S5有搭載 所謂的下載加速器 目前測試 在4G的網路速度 大概是20枚左右 在於我們加了下載加速器的時候 可以快達5倍以上的速度 電信業者提前佈局 手機品牌廠跟著提早 做好產品線佈局 從入門到旗艦機種 通通支援4G全頻段 Samsa has always worked side by side with our Remarkable Operators to bring the best product experience to consumers and globally we have launched over 200MTE devices 三星搬出全系列機種 代言人也大有白頭 找來當洪杜教授金秀賢拍廣告 通完韓廠樂金 早在今年第一季就發表首款4G手機 6吋搭配曲面螢幕搶進市場 上面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塗料 然後就是對於一些可能像我們 可能日常像一些刮痕 可能像放在包包或是那種比較輕微的刮傷 它有自我修復的這一個功能 台灣品牌廠宏達電同樣虎視單單4G市場 早在開台前就已經上市6款支援4G手機 預計12號也要上市中高階機種One Mini 2 日系品牌廠Sony比宏達電早個兩天 也要亮相首款支援台灣4G全頻段新品 引爆4G手機大戰 林宋初副 台北到 觸控應用持續擴張 吸引不少IC設計街大佬 看好觸控IC這款新南海 包括易龍電 F敦泰都各自領軍投入研發 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更認為 目前已經有觸控指紋辨識科技 未來可以期待嗅覺的相關研發 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甚至到穿戴裝置 觸控產品無所不在 更擴充延伸到不同中端應用產品上 帶動觸控IC指紋辨識IC前景看竅 機面廠聯發科看好這片新南海 積極投入研發 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 對未來觸控IC發展充滿期待 實際上五月營收同樣不負眾望 連四個月改寫單月營收新高紀錄 月增1.22% 年增76.83% 來到193.3億元 而林一觸控IC廠易龍電 今年除了在觸控板觸控螢幕IC投入以外 指紋辨識IC也將在第三季從筆電市場攻入 穿戴張志的話我們事實上在三月份已經出給一個日本客戶 那接下來客戶應該在一兩個月內還會在陸續量產 主要是在智慧型那個遠近 更重要是我們還有新的產品針對在這邊做的比較省電 另外營收市場以中國為主的F敦泰 近期在台灣經營有成 營收佔比穩定增加 董事長胡振大更喊出要領先推出內坎式觸控IC 指紋辨識IC也將在今年第三季出貨 林宋出貨 談刀 既提倡五月營收陸續出爐了 在逐漸進入旺季加持下 普遍較四月成長 南科以月增超過一成的好成績稱霸同業 反觀另一大廠萬宏卻繳出衰退財報 表現並不理想 台塑集團旗下第一任場南科 在股東會上通過高達九成 號稱史上最大的減資案 利拼年地前每股淨值回升到10元 脫離全額交割以及恢復信用交易 業績當然要好看 公布五月營收達到41.55億元 月增12.7% 都預期產品漲價 所以在庫存的補充上面 他們都有比較高的意願 所以營養有增加 南科越成長表現位居同業之冠 華雅科也不落人厚 五月營收達到74.1億元 較上月成長5.8% 更較去年同期大增78.4個百分點 成功改寫歷史次高紀錄 行動電話 行動記憶體的形成 加上雲端的形成 基本上把整個D-RAM工業的形態 變成一個質變 基本上不像以前通貨一樣 可以互相取代的 兩家大廠表現超搶眼 反光望宏五月營收 較上月減少3.8個百分點 較去年衰退4.4% 不過望宏預期 四日進入傳統旺季 產能利用率 渴望從低檔反彈 看好高密度Normflash 以及Namflash 將成為公司兩大成長動能 加上國際客戶追單 營運渴望走向正面循環 FERTION的關於台北報導 散裝航商育民召開股東會 通過美股配發兩元現金 鼓勵回饋股東 展望今年董事長徐旭東 抱持正面看法 社會大陸市場需求增溫 預期今年第三季開始 營運渴望呈現爆發性成長 現場股東很給面子掌聲不斷 育民航運舉辦股東會 董事長徐旭東親自主持 雖然去年受到產業景氣波動影響 售後經歷年減超過一成 只達到15.67億元 EPS 1.83元 但仍配發美股現金鼓勵2元 與國內其他同業相比 站穩冠軍 公司跟公司比 Yes 我們會好 因為我們的船隊一大半 都是最新的 鼓勵配得高 股東很滿意 更趁著市場處於低檔時 展開一系列太舊喚新布局 用最低的價錢買進新船 累積前4月已經交付 3艘海甲型新船 目前包含合資建造 代管營運的船舶 共有38艘 未來3年內 還要再交付14艘新船 推升船隊總數達到52艘 鋼琴的用量 煤的需求 因為它本國反而變成效力不高 所以它反而進口 進口的話對我們都很好 有運輸了 石勢東進一步指出 大陸市場包括煤炭 石化等需求回暖 刺激運載量大增 預期今年第三季開始 因應口望呈現爆發性成長 也難怪育民要大局買新船 就是要一次吃下市場商機 發熱水路關於台北報導 上市旅遊業者雄師 受惠日本 韓國等短線旅遊業務需求大增 5月營收直逼16億 年增超過27% 呈現淡季不淡 展望第二季 預期隨著暑期旺季加持 可以樂觀期待 韓劇蜂蜜全台也讓原本不被業者 作為主打商品的韓國縣意外爆紅 曾經入境的景點 全都成為旅客指定超勝目標 今年旅遊市場的景氣 我們還是看好的 4月份的部分 我們的韓國業績大概成長120% 短線旅遊業務需求激增 推升雄師5月營收 再度開出紅盤 達到15.93億元 較去年大增27.35% 創今年以來單月營收新高 累計前五月營收62.89億元 同步較去年成長超過一成 這幾年觀光旅遊修建產業 大家可以看到一路上漲 所以台灣兩岸 其實觀光旅遊產業都是受惠者 雄師搶攻旅遊市場 擁有水路雙樂園的六福村 麗寶樂園 劍湖山世界等三大主題樂園 更祭出殺手劍 真相推出優惠方案 其中六福水樂園預估 暑假期間可以吸引超過20萬人潮 前往溪水消暑 業者繃緊神經 為暑期旅遊旺季提前暖身 福利水路關於台北報導 以上是重大財經訊息 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到節目現場 這盡坐 這盡憂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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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ublicans 快够好 我喜欢它的技术温馨 线图自行多清除 它的筹码分析让我知道 哪一支股票大户拼命买 它的基本面完整老师都在用 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哦 他们都是用轰天雷 战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电 是今下最美丽的流行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还可获得 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强者很强 细致地网 影富裕 卡位名声细致线 捷运三分钟 商圈环四周 中兴路返华身段 商圈正中兴 新东区智库首选 中兴路地网 智库一至三号 影富裕 2694-6111 欢迎回到股市晚报 节目现场 微软针对299美元以下笔电 大幅调降授权金至15美元 ODM业者纷纷看好 NB需求逐渐的回温 业者认为 欧洲客户拉货力道强劲 优于原先预期 再加上新型市场 重启拉货动能 预估下半年NB出货 渴望较上半年成长五成 有面板女王封号的 中国电子事项协会 副会长白维明 第六度率团来台 和台湾的厂商下谈采购 预计今年采购面板量达到2700万片 总计45亿美金 如果没有意外 明年采购量应该会和今年相差不远 高画质4K电视在细小纹路都看得一清二楚 不过比较一下隔壁这台 同样主打高画质 但在细腻显示程度却没有这么清楚 电视市场竞争激烈 有韩厂打着假4K名号混淆市场 让中国电子事项协会 副会长白维明就爱台湾面板厂 今年统计的是要采购2700万片 估值是45亿美金 台湾的面板企业其实也参与了 而且我们不单制定4K2K的标准 我们还制定了很多面板方面的标准 谁是真的还是假的 到市场上一检验也就看出来了 招牌妹妹头一席绿色商衣 已经六度率领大陆采电厂 来台采购的白维明 这次预计要花上45亿美金 采购2700万片面板 和去年相当 最特别是今年除了面板采购 白维明对台湾投影技术 也相当有兴趣 投影技术也不断地在发展 现有的液晶和DLP技术 比较成熟了 台湾有的企业 这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希望两岸在面板产业链合作 更加完整 根据统计 大陆每年电视产量高达1.21台 本土面板产能只供应4700万片 也就是说还有7000多万片面板缺口 等着台湾供货 有着面板女王称号的白维明 帅团访台 为台湾面板厂带来新商机 林宋处复 台湾到 苹果大尺寿的iPhone即将发表相关供应链预估 拉货槽将在7月启动8月逐步放量 国内苹果三大软板供应商 真顶加连翼以及台具 今年抢时国外大厂订单 拉高苹果供应的比重 下半年移收渴望较去年同期跳增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出席公开场合 乐观预测下半年景气 不但比去年同期好 也比今年的上半年更好 至于台湾未来的产业趋势发展 他认为发展重心将会移转到服务业 而物联网将会是半导体下一个成长动能 台积电也已经准备好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前往立法院 收邀演讲 针对经济政策议题开班授课 台下立委企业老板认真听讲 对于下半年景气预测 当然成为必考题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也会比去年的下半年好 常常是太依赖政府 也太怪政府了 年轻人假如是浪费了青春 为了这个教育不对 我相信这个年轻人的家长 是要负相当大的责任的 那年轻人甚至于年轻人自己都要负责任的 面对现今最夯的大学生 毕业生22K议题 张忠谋认为大家太过依赖政府 年轻人和家长都要负起责任 不过如果到台积电上班 薪水绝对远高于2万2 至于产业趋势 张忠谋也有不同看法 现在已经是 这个重心 经济的重心 应该是慢慢移转到服务业上面去 大陆像阿里巴巴 像那个天神腾讯 物联网是很可能是就是下一个下一波的一个大发展 the next big thing 台积电是在准备 华生张教授一路从景气社会现象到产业趋势 一开奖长达两个小时 让人见识已经八十多岁了张忠谋 一生好体力 林宋硕复 看不到 F昂宝公布5月的合并营收月减2% 较去年同期成长则是18.9% 法人表示 受到智慧型手机以及LED照明需求 维持成长趋势 F昂宝单月营收将维持历史的高档水位 下半年新产品推出之后 营运将持续的增稳 镜头厂大力光5月营收出炉了 来到了33.9亿 以年增超过七成的好成绩 连续两个月改写历史新高 预估六月业绩将是持平或是小幅成长 第二季营收渴望一举突破百亿元大关 在淡季创下新高纪录 智慧手机拍照功能和画素不断升级 用手机拍照已经成为潮流 大力光手机镜头出货抢抢供 5月营收来到33.93亿元 连续两个月创下新高纪录 月增6% 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72.95% 大力光认为6月份订单看起来 和5月持平 7月展望则是有待观察 观察目前产品组合 7万化素占出货比重约10%到20% 800万化素30%到40% 500万化素则是在30%到40% 低于500万化素的比重只有个位数 显示大力光目前将产能重心放在手机 平板和笔电已经降到极低占比 我们盖的那个新厂还有一些空间 所以还有一点空间可以再弄多一点设备 再过来的话就是要看良率可不可以再更高 靠着手机出货5月营收创新高 以个别客户来看 市场认为苹果新款iPhone 6还没开始拉货 大力光已经有机会在第二季改写新高 iPhone 6如果从第三季开始贡献营运 势必将会持续推高营收表现 林宋秋复谈到 太阳能导电疆场朔和 在逐步解决原料供应不足问题之后 5月出货量创下新高 朔和预期正营订单至少还有两到三成的缺口 6月份出货渴望月增两成 对于第三季出货的业绩同样乐观看待 富邦金控举办股东会去年大赚超过327亿 连续5年坐稳了金控获利王宝座 董事长蔡明忠宣布最新的营运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旗下北富仪将在下半年 抢进新加坡设立分行 连续5年站稳金控获利冠军 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一身灰色西装 与弟弟同时也是副董事长蔡明忻 与同出席主持股东会 信心不敢讲没有啦 但是把握说有多少这个也很难说 讲说经济前景是很好 通过去年财报税后净利327.09亿元 一片13.3亿元 创下台湾金控史上新高记录 配发现金鼓励1.5元 另外通过不超过500亿元的险增案 蔡明忠更罕见的主动提起 亏损超过100亿元的运动彩券事业 我们当时因为是跟马慧 跟这个GTAG 这两家公司一起合作 我想找机会我们会把马慧的真面目 向世界来公开 他嘴巴满口的人已到的 看了赔钱就说 他不算数了 跑掉了 抱怨了几句 蔡明忠的心情似乎开心了许多 宣布最新营运策略 打响台资银行 在大陆的这个知名度 会绝对遥遥领先我们所有的同业 我想我们同业要走到这一点 未来没有个三五年也不可能 话说的很慢 未来三到五年内 大陆华裔银行 厦门银行 以及哈尔滨银行 会给股东惊艳的表现 更要抢进新加坡 成为亚洲第一流的金融机构 分身的关于台北报导 触控产业供过于求 触控厂面板厂纷纷推出了独家技术音域 成宏吸手日本厂商 开发奈米银线的触控技术 盛华则以单层玻璃触控技术为主 不过大部分厂商纷纷同步 启动了薄膜触控面板布局 预料下半年面板抢单大战 将会持续引爆 国贷金控股东会登场 去年税后存益 年增八成的表现非常抢眼 总经理李长庚认为 今年光是前五个月的获利 就已经较去年成长三成 加上现金股息收入 整体表现渴望优于去年 由董事长蔡宏图 以及总经理李长庚亲自主持 国贷金控股东会 才开了一小时迅速结束 原来是因为国贷金 去年税后金利达到290.2亿元 年增八成 EPS2.5元 成绩表现优异 也难怪股东们会这么放心 我们到五月来讲成长的幅度还是相当的不错 大概有将近三成的成长的这个幅度 以目前来看大概是应当会比去年来的更好 成绩好国贷金回馈股东 配发股利2元 其中现金股利1.5元 股票股利0.5元 另外在股东会上也成功通过 不超过500亿元的险增案 为后续营运资金添活水 我们也会按照法令规定来走 但是我想对于公司的营运的关心是 还是投资的本质 国贷金加快海外布局脚步 其中上海自贸区之行预计8月开业 同时也筹划深设大陆子行 至于东南亚部分 越南投资的市员银行 以及分行业务据点数已经达到36个 积极布点也宣告将以银行 保险 资产管理 三大引擎 作为集团发展核心策略 分析的关于台北报道 友达第二季展望正面 单季营收渴望重回1000亿元大关 友达股东会上就表示 近期面板报价走扬 挹注营运持续增温 抗好汽车面板 手机低温多精细用的面板商机 再加上导入曲面 以及超高解析度的面板市场 为后续的营运动能点火 以上是精选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重点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苦一点 我掌握了多元的就业市场讯息 找到无限的机会 之前找工作没头绪 为了接着24小时免负费电话 就有专人服务 通过青山肺炎及平衡 我们就了解自己的能力 以及另外将工作和兴趣做结合 还有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及准备 善用就业资源 找出人生方向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儿牌气蜜疙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名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气蜜疙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来有 你有消费的疑难问题或争议申诉吗 请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 请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关心您 奇怪 我没有要吃 我都没有要洗 怎么洗不洗不洗 钱就像在放水 后终给它打鼓励 不是 如果那样的你还用卵 你每天忙来忙去都忘了照顾自己 我当然要按时帮你缴国民年金 让你细细有保障 而且现在自己只要缴60% 保障就有100% 高兴进入保障的40% 不太厉害了 我给你带你去的最大心 国民年金轻松缴 终身保障不会少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节目现场 美股续创新高激励雅股多头气势 台北股市公司再起 资金仍然集中在电子 赤族群轮流担当主角 而在今天由太阳能发光 国硕 绿能都冲上涨堤 虽然大力光压抑在盘下 但TPK冲上涨停板 维持轮动态势 让电子指数持续增高 金融传产量缩稳盘 大盘全场都维持在五日线之上 高档震荡 持续缓步往9200点挺进 价钱指数收盘是上涨28点 以9162点作收 成交量缩小到979亿 明天该怎么选股 我们赶紧请到大家非常熟悉 运达投顾的盐艺民分医师 为我们解析明天的关盘终点 严老师晚安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请到严老师 今天的大盘还是呈现 缓步垫高的一个 强势正面的一个看法 而在明天的盘时 是不是能够持续的一个上攻 您的解析 那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价钱指数仍然会维持在 9150点以上的话 还是做出一个所谓的高档震荡整理 那由于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成交量还是维持在 千亿附近的话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 我认为仍然是由于所谓多方来做出个控板 那所谓的成交的一个比重的话 仍然还是以电子为股 电子股为主的话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到 所谓的电子的族群 到底后面有哪一些 它是有机会会上涨的 那第一个族群 我们先看到所谓的太阳能的族群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太阳能早上一开盘是非常的强势 包含我们看到了绿能 加金 包含太极 上智 国硕 异通跟合金 这所谓的七档股票目前为止 在盘中都直接拉到所谓的涨停板 那看到所谓晶圆的部分 看到583的中美金 做电池模组的3576的新日光跟生阳科 那也是做出个大涨的格局 我认为太阳能的族群的话 也就是下一波主流标股里面 有领先上涨的一个趋势 由于公布所谓的业绩财报 至少在第一季 包含所谓的5月份的营收 它的成长性是非常的大 有些表现出所谓转亏为宜 有些是持续的 有个所谓的业绩的成长的一个效能 我认为在美国 这个参反的政策 这个加持之下的话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 转单的一个效益 应该会在所谓的第三季 持续会做出个发酵 所以说太阳能的族群 目前为止 逢低的话 应该可以去做出个介入的动作 所以今天最强势族群 大概就是太阳能族群 也进步请教严老师 在其他的相关产业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布局的机会 包括在进入相关电子的一个旺季 以及相关苹果的供应列 是不是也会有拉货的动能 您的观察呢 其实苹果的话 很多的商机它会在9月份 那新品的话 会去做出个推出的动作 那之前领先这个所谓的 其他的苹概股的一个加速上涨了 就看到所谓的4938的核硕这档股票 那4938的核硕目前为止 你所看到的 也就是上涨的格局 它并没有改变 那我们看到所谓2317的鸿海也是一样 鸿海近期股价也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但是我们如果说从PCB的族群 我们去做出个切入的话 今天PCB的族群相关的一些概念股的话 目前为止我认为 强很强的格局依然是产生的 包含我们看到做暖版的6269的台郡 之前领先市场上涨了4958的 这个所谓F真底的话 近期而言的话 股价都创新高 那所谓的PCB族群要留意到 所谓的拉货潮会产生 包含我们看到PCB族群里面 领先的一个指标 那就是所谓的8039的台虹 这些所谓PCB族群的话 可以稍微去做出了留意的动作 另外的话我们看到 其他的所谓苹果相关的概念股 今天油党股票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那就是代号3673的TPK FTPK目前为止的话 今天的股价持续的上涨 股价来到2558元的一个波段新高 那也拉出了所谓的涨停板 那今天法人的买卖超 集中在所谓的三大法人 包含外资投信 跟所谓的自营商 目前为止在今天的买卖超里面 以外资他买超大概3100多张的话 这个是占绝大多数 但是在所谓的高档区 目前为止的话 几乎看到了10个交易日里面的话 三大法人还是站在所谓的买方 所以说多方的格局里面 高价股的部分可以留意到这张股票 那当然高价股的地方 也有所谓的弱势的股票 弱势的股票就落到所谓298宏达店 宏达店由于目前为止 有利空的消息传出的话 所以说我们看到所谓充马面的部分 外资法人连续6个交易日 也是站在所谓的卖方 如果说弱势的股票能够转强 那强势的股票 能够做到一个强很强的格局的话 我认为大盘有机会上涨的一个空间 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 IC设计的话 也是这一波电子股 上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族群 看到今天的威胜也好 那凯玉的话 目前为止 IC设计总共有无党股票 是在为涨停板的一个位阶 那重要的一个领先的一个指标 然后就看到2454的联发科 联发科目前为止 今天上涨9块钱 那这个9块钱往上涨的同时 它有机会会去挑战 前高530元的一个位置区 也就是说 看到所谓高档震荡整理之后 目前为止包含 KTJ度指标 MACD指标 都有机会 由空翻多 那今天的话 三大法人买卖超 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外资的话 在所谓的联发科的部分 它是进行所谓的加码的动作 那只有自营商小幅的 去做出个卖超 我认为像IC设计的联发科的话 可以去做出留意观察的动作 在半导体法的一个股东会 也是即将登场 包括在刚提到是联发科 以及在世界先进等等 都是要陆续的一个演出 所以目前在半导体族群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选股的机会 您的观察呢 其实半导体的族群的话 它的产能趋势非常的明显 也就是说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 甚至看好今年下半年的一个 所谓的产业趋势 是没有改变的 那当然领先的族群 除了2303的联电以外 近期来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那看到所谓的台积电的话 也是一样 持续的大涨 那之前我们看到了晶圆代工 那我们后面看到了 所谓IC设计 包含封测的方面的话 尤其是二线的封测场 8110的华东 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封测的族群的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一些股票 包含日夜光在内 包含细品在内 进行股价 也都是非常的强势 那当然气品的话 今天是涨多了 它进行一个拉回的动作 包含上游的所谓的半导体 那中下游的封测族群的话 我认为要大涨的格局 依然是没有改变 是 而在整个相关 我们刚才这个focus在电子族群 是不是有非电子族群也会显股机会 还是说目前的主流都是电子股呢 好那非电族群的话 第一个就要看到所谓的生技类股 因为生技类股目前为止的话 它的确在所谓的盘面上面 已经引起了所谓的主流类股 类股轮动的一种现象 那今天比较强势的就看到 新药制药方面 4108的怀特也好 做所谓的农药 这个农政的方面的话 4141的F隆登 那看到所谓重要的股票方面的话 还有一档股票 法人持续做出买造 4137的F地峰 那这档股票是做所谓江源代板 目前为止在底部区的话 法人是由卖方转为买方 那目前为止的话 三大法人有调高平等的现象 那后面的族群 我们要看到所谓中概的族群 现在中概族群 我认为底部翻扬的一个群 形势已经逐渐产生了 那今天大涨的股票 包含我们看到 9907的统一石 包含2461的光群雷 包含这集团类股 2915的润态全 那这三档股票的话 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另外你看到 食品类股的旺季效益 来临的时候 1216的所谓的统一 包含我们看到 水泥类股的1101的台泥 这些股票我认为 后面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看到的基期都非常低 如果说在基期低 而且说资金 这个效能转换之下 的话我认为这些 中概族群的话 后面要大涨机会 还是有的 所以在整个相关 中概族群也可以来 多做留言 海底时间也进入 请了严老师 在金融股刚才提到 包括国泰金 还有富邦金两大龙头 都已经举办了股东会 所以在后续 是不是金融股 也会一个补涨的行情 您的观察呢 其实我们从这个金融股 它前五个月的 业绩财报来看 大部分营收 都是非常的好 当然重要的一些股票的话 包含金融股在内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政府 控盘的一个工具 由于股本相当大 那只要有政府的 一个所谓加持 包含力多的题材之下的话 我认为这些股票 要大涨的机会也是有 那看到重要的一些股票 就包含了国泰金 赵峰金也好 富邦金 这三档股票的话 目前为止 它都是产业的龙头 具有代表性质 那目前为止 我认为基企都是非常低 营收都是非常亮丽的 那基本面如果说 没有转坏之前的话 我认为这些股票的话 从拉回的时候 都可以去做出承接 那我们看到2881的副方金 目前为止 至少连续10个交易日之内的话 三大法人 包含万事在内的话 它都是积极的 站在所谓的买方 那也就是后面的话 它是有机会大涨的 包含2882的国泰金 近几乎8个交易日之内的话 万事也是站在所谓的买方 所以说 我们看到金融类股的话 它可能会呈现个先蹲后跳 既然是先蹲后跳的话 逢拉回的时候 可以去做出留意买进的动作 好的 我非常感谢运达投股 严毅民分析师详细的解析 严老师谢谢 谢谢 台股多头火力 仍然集中在电子族群 吸走了大盘近五成之机 所幸各次族群轮动良好 尽管部分个股出现 涨多的获利调节卖压 但是位阶相对较低族群 仍吸引的买盘涌入 大盘今天算说成交量能 未达千亿元 但盘中都利手在五日均线 以收盘位置来看 再登上了60个月来的新高点 盘市仍然稳稳地由多头涨扣 只要五日线不破 颇有缓步挺进9200点的异位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报 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最后一同来 关心明天的重大财经预告 我是郭凯 明天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电 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别靠父爸爸 买房靠自己 买房要靠捷运站 要靠威秀商圈 要靠商业核心 要靠休闲水安 轻松房价要靠海洋都心 26258880 当初来到台湾的时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适应 也过得很辛苦 真的很感谢移民署 对于新住民的帮忙 让我们免费上课 学习更有用的技能 移民署推动新住民资讯素养交易计划 课程完全免费 资讯专线 0800-005-788 我们今天要找的是武林高手 为什么他们都是武林高手呢 小朋友满五岁 念公立幼儿园及私立合作员 就能免学被 若是家庭还可申请家务助 武林高手们记得申请哦 设计帮地球写日记 环境气候就跟人一样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脾气 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我们 你看见到他们的情绪了吗 世纪不再分明 天气的变化难以掌控 暴雨 温差 忽冷忽热 整个地球都快受不了了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 越来越艰巨的环境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 一起朝向关注地球的角度 去改善我们居住的环境 剪去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围离 加上我们和土地之间的情感 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未来 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照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城堡条件 付出少许保费 就可向保险公司投保微型保险 让您及家人获得多一层保障 详情请下微型保险专线及网址 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心您 谢谢您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还可获得 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病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妹妹啊 去洗碗咯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 是会被人嫌 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C豆让女孩有发挥潜能 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